在去海边玩的时候,有很多卖新鲜椰子的摊饭,这些椰子都是从30多米的椰树上摘下来的,因为椰树实在是太高了,所以在摘椰子的时候,一般都是依靠人工,等工人爬到椰树的顶端,然后开始用手拧这些椰子,需要拧很多圈才能把椰子给摘下来。 但是这个爬椰树可是个技术活儿,非常的耗费体力,工人一般摘十几个椰子就没有力气了,而且爬这么的高还不安全,好在印度农村一个50岁的大叔,方明出了爬树机,只需要10秒钟就能爬20米高的大叔,坐着不动就能月收入30万,真的有这么好用吗?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从视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,这个大叔给大家演示他的爬树机,只见大叔先是把安全带给系好了,还是非常注重安全的,爬树机上配备的有座椅,工人们只需要坐在这个座椅上,然后用手握着开关,这辆爬树机就可以把工人给送到大叔的顶端,它不但可以用来摘椰子,而且还能用来摘槟榔,我们都知道印度人非常的喜欢吃槟榔,而那些槟榔树都是非常难爬的, 但是有了这种爬树机就很容易了,你们觉得这款爬树机值多少钱?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